這個內容的搭配啊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一些這個軟體內容 它旁邊都會有這個幾條線的東西 這個叫做功能 所以這個軟體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這個圖產旁邊這裡按一下 它會有它的功能表 那比方說剛剛這個內容 如果我在旁邊這個線按一下 這個是內容專用的功能表 比方說這一個調整 這裡也有它專用的功能表 包含剛剛這個色票 它這裡也有它的功能表 所以你看起來是不是很複雜的 所以它只是把複雜的東西全部收起來 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現在請按圖長這邊對應過來的功能表 請你來下面選到一個項目叫做面板選項 好 我先看出來 好 你如果看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首先要選的是縮圖尺寸那一邊 請你選到第二朵瓜的大小 這個就是中間尺寸的縮圖的意思 好 選定以後呢 再往下看 縮圖內容的地方 請你把它清換成圖層邊界 圖層邊界就是說有一些畫面呢 你可能等一下會看到有一些東西 它並不是全然的畫面的 所以它就只會獨立的去顯示 那個物件它的樣子 好 這樣你會比較好辨認 好 我現在請問一下設定的方式 請你比對一下好不好 首先這個地方要選成這一個 這個地方要選成這一個 下面的標果 直接按確定 這時候它會變大了 好不好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開始 最後我要請你把這個狀態儲存起來 好 這樣呢 請你多吃不出來 謝謝 請你多吃不出來 謝謝 謝謝 5 week 8 week 3 week 5 week ok 那我们现在要来想办法 要把这个状态记住 那将来万一有人动过那台电脑 或者你不想说一来一去 要骗掉了或老掉了 也学时都可以跳起平台的状态 好 好来看看喔 在看上这个位置 上面这里对吗 这个位置按下去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项目叫新增工作区 好 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也会有 工作区这里也会有新增工作区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 不同的 只是位置会换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新增工作区按下去 这里你也不用mew it 你只要命名就好 命名什么来 打上你的名字或代号 比方做个板上我的名字 这样子 好 按下去 请打按 好 以后呢 你现在所设定的这个面板状态 就是你只要学的 如果有不小心人家乱动 比方说它动成了这种方式 那你觉得 你的动作被动过了 我也想要跳过来 你只要再按一次这里 学那个名字 它就会回来 这种方式 大家看这个面板状态 什么事 这个面板状态 如果有点 您先打 опред 在下面 最后 我們接著花一點點時間來說 可以照顧自己給你們聽 有完成儲存 你檢查一下是不是有你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除非說這台電腦 重新把軟體的記憶洗掉 或者是想像中不然的話 你的那個名稱的記錄它就一直存在 好 我們現在來平連續續 你看 我現在先讓它還原成最早的 最早的這個金額風了 這樣子 好 話說這個有一個小型的社區 這裡住了一二三四四戶人家 那這四戶人家 這一個是獨居老人 那他這個可能都沒有人去關心他 有一點殺戶人掛掉了 你們都知道 所以我這個人從來沒出現過 那剩下的這三戶人 第一戶人家他住了夫妻兩人 一個帳戶叫顏色 太太叫色飄 那第二戶人家呢 先生叫內容 太太叫調整 第三戶人家呢 生了一個小寶寶 有沒有 先生叫塗層 太太叫色白 小孩子叫入鏡 有一天呢 這個第一戶人家這個先生 這個上班出去要喝花酒 有沒有 那喝太晚回來以後 老公就讓他進了 你這個死老頭給我滾出去 不准回家睡覺 去外面流浪好了 去外面找爺女的 哇 他在外面有溜搭 溜辣 不知道要怎麼辦 好 那他就想到說 陸上他有遇到有一個 第二戶人家的這個先生 也是跟他一樣的毛病 他在外面呢 也是毛病 太太趕出來了 兩個都喝花酒 欸兩個碰面了 這個時候 我碰到這裡出現一條線 欸兩個搭在一起了 這時候兩個可以一起移動 兩個就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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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到一個公園去聊天啊 而我們這樣聊下去也不是個亂房 對不對 天越來越黑 總是要長的地方棄生啊 他們就找到一家飯店 靠到飯店裡面去要住了 可是呢 這飯店的老闆跟他說 你們兩個各一間房 一個要付過業費五千塊 哇 付不起 那這個老婆扣錢扣住怎麼辦 可不可以兩個人擠一間 好擠一間 欸 那兩個人就一起花五千塊 可是他想想不對啊 那五千塊 可不可以再找一個人來分炭比較好 所以他就打電話蜂擁 他的好哥們 塗層這個家 他剛吃完晚飯了 欸你過來找我們啊 我們那個廖廖廷打個牌啊 他說好好好 來找你們在哪裡 他就來了 三個人就湊在一起了 然後他就死拉活啊 就把他拉住了 你今天晚上陪我們部位啊 不然我們付不起這個房錢啊 對不對 他就好 沒辦法 他就打電話回家 告訴他老婆啊 被人家扣在那裡 回不了家啊 你沒帶我家 好了 好啊 這個兩個就過 三個人就過了一夜啊 昨天早上清晨一早啊 這個沒義氣的家伙 趕快跑回家找老婆 就抱老婆 抱兩個臭男生沒有用啊 他就回家了 好啊 這兩個想想 這樣也不是辦法 回去會算盤認得錯呀 對不對 結果兩個因為宿罪還沒醒 因為這個家伙他走錯門了 那這個家伙他也走錯門了 那這家伙他也走錯門了 那這家伙得了啊 吵架了 結果兩個又被趕出來 欸欸你怎麼跑到我家去 你要跳去我老婆 不是啊 各自回家 就回去了 好這個過程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對 這個東西你可以隨自己的意思組合 所以自己的意思去分貝 還可以併到這裡面來 好有沒有 而且這個地方有劍頭 然後你們按在這個劍頭 那又變得展開雙喊 那一樣意思啊 這邊可不可以收了 可以 讓它最本下它就會收了 好這個地方按一下 好就收起來 哇可是這邊有字 為什麼這邊沒有字 那這樣就有字啊 就這樣的意思而已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隨便的弄 那這個地方也是啊 那工具家就能這樣子玩啊 自己玩不好 你可不可以過來湊一下 可以啊 你直接把它拖曳出來 靠過來 那它就變第三號 所以你的工作狀態有沒有 你就可以隨自己的高興 怎麼去分配 然後你到時候組合 就是你專屬的用法 是這樣子 可是這次弄 其實弄的一輪以後 我都不喜歡啊 我還是喜歡剛剛的調整 怎麼辦 因為我會有紀錄啊 所以我按一下它就很難了 好 這樣了解 我要跟你溝通的意思了 對 它不要只負責聽韓劇喔 好 我給你一點點時間啊 試驗看看 格式這個東西只是一種 工作上需要的轉換而已 所以呢 我今天呢 一個拍出來的照片 本身它可能是這支檔 我也可以轉成另外有格式啊 通用的比方說那個BMP檔 比方說GIF檔 我都可以轉換啊 那反正轉換來轉換去 它永遠都是一張平面的圖 只有一種情形下 你會不一樣的情形 當我需要把圖 變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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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有時候咧 這時候它就必須要具備一個項目 叫做什麼 分層的功能 所以它叫做圖層 圖層的意思是像什麼咧 它就像是一個那個妹妹甲 打開以後啊 就是一大本的資料打開 裡面是很多塑膠的 火焰透明的 那如果我在第一頁啊 我放進了一張照片 第二頁呢 我再放第二張照片 如果第一頁的照片很大 是不是會蓋出第二張照片的範圍 所以我是不是看不到 那反過來咧 如果最大張的照片放到最底下 最小張的照片放到最上面 我是不是兩個都可以看到 但是上面的東西是會遮住下面 對這個就是圖層的意思 就跟你剛剛我說的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下面的東西會被上面的東西蓋住 那你的面積大跟小會影響到蓋住的範圍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種活動式的簡貼布 有沒有 所以你的圖層如果有活動式的功能的 簡貼布的傾向咧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 比方說移來移去 有沒有 比方說我要把某一個東西 變成圖層的東西變顏色 它是其他不會停下來 有沒有 那我也可以先把市場放上去啊 所以我就變成海豹啊 或者是地獄 所以這就是圖層它帶給你的作用 所以為什麼我要相信你 你學這個論理是在學習的 你學會圖層的運用 你就等你怎麼做設計而已 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介紹你用JBG這個格式咧 JBG是 你接觸的圖檔格式以頭的人 最頻繁最多的 第一個網頁一定要用它 因為它的圖檔有一個特性能量很小 所以它能夠延伸出一個功能 叫做破壞性壓縮 好 什麼是破壞性壓縮咧 比方說我們今天這間教室大概有20坪 那各位是不是要在這裡上課 要做滿所有的座位跟電腦的設備啊 是不是一定要這麼大房間才夠 對 所以我們今天全部組完剛剛好啊 哇 可是我今天要辦一個活動 我想要在這裡開那個那個派對 我們要在這裡開那個那個搖頭炭 有沒有 那我需要這個場地至少呢 那個八分滿或九分滿啊 哇 可是這些東西我沒地方堆怎麼辦 好 搶一搶去有一個方法 大家動員起來 各個同學把那個格式拿出來 有沒有 加施有沒有 螺絲全開啊 先把它掉啦 有沒有 這個桌子上面的螺絲都把它全部解開啊 然後勒 桌子把它并并并并并到最高 就只要變成一弱 那電腦跌跌跌的主人都可以跌落 所以最後了勒 我可能只有用到這個content 十分之一 那是不是剩下的龍九 十分之九 我就可以拿來跳舞啊 來玩開卡嘛 對 這個要做破壞性壓縮 就是這樣的意思 它是要分解 dan把他用最小最小的工具 把它缺在一起 是這個意思 可是今天我們這個開舞會 總是會有結束的時候 不可能影片都開 明天開始又要開始正常上課了 怎麼辦 大家繼續動員起來 開始組裝 桌子收一收 椅子弄一弄 讓電腦煮一煮 可是不小心 中府有個同學 這個力氣太暴力 哇 線斷了 有個同學轉輪 螺絲掉了 是不是慢慢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破壞性它都會出現這種問題 就是會有造成一種現象 叫做失真 這個就是它的特性跟它的缺失 它有另外一個好的特性是什麼呢 我們在使用顏色的時候 會出現兩種使用顏色的狀態 一種叫做色瓜 一種叫做顏料 一種叫做顏料 它是少數的圖檔格式裡頭 這兩種它都可以指定使用的 大部分的圖檔格式 如果不是專門來設計用的格式 比方說GIF 比方說VMP 它通常都只能夠指定一種 不能夠同時指定兩種去切換 雖然說是兩種都可以用 但是還是一樣一次只能用一種 但是它可以切換 但是其他的格式通常是只有指定一種 一種就是一種 不能夠換 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剛才就了解 GIG是會有破外性壓縮 所以它會出現失真的貢獻 好 那我們要問你喔 你每天在拍照拍照拍照 那個是什麼 什麼格式 就是GIG啊 哇 有沒有 糟糕了 破外性的壓縮欸 那你每天拍的照片都是破外性的壓縮的圖檔 怎麼辦 不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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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不知道 但是它一直存在喔 所以這批局長有一個這種潛在的危險 那什麼叫做壓縮 什麼叫做還原 壓縮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不看這個檔案的時候 它就自己壓縮了 當你要看到這個檔案預覽的時候 它就擠開了 所以你是不是平常看一張照片的次數會很多 所以那會隨著你看的次數越來越多 你的畫面就會越來越差 不管你有沒有鎖住它的圍獨喔 它一定會越來越差 沒有存在要變大 只要你有不斷的開看開看 它就一定會越來越差 哇那怎麼辦 你是人生之中中有那個很珍貴很重要的照片 所以這時候應該很賣 拷貝沒有啊 因為你將來開它 它還是會越開越早 轉成別的格式 對 轉成別的格式 對 轉成別的格式 建議你最好的方式能轉換成什麼 BMP BMP格式 它是色光的格式 所以它最適合拿來轉成照片 這個格式是微軟抓你的 最早它是幫你拿來做做布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它的特性是什麼 不壓縮 所以換句話說 它是堅持不施針的一種圖打格式 這兩個格式的有沒有差異有沒有 通常都會差10倍 那換句話說 你今天在實際裡頭拍照片 你拍以後 你計算出來它的總容量有1G 如果你全部把它轉成BMP 你會得到多少G 10G喔 你的手機再這樣呢 再5下 有沒有 所以你給重點轉 或者是你直接大批的 通過電腦過去轉 有沒有 這樣然後你才可以 給你一個保證好 那個照片 好 那再來我們探討一個問題 那這個格式這麼糟糕 為什麼要拿來當作數位相機 或手機的拍照 對 就是因為要打按照 對 就是因為要打按照 話說從前 你1G還記得嗎 第一台數位相機那個年代大概幾年前 你入手的第一台數位相機 大概多少年前 十幾二十年了對不對 好 當他在第一台相機拿到手的時候 當時的記憶卡多大 大概一二八是我們入手的膝蓋 或者是古一二NB那個時候 有沒有 那你記得以前有兩種卡 一種叫做SD對不對 現在還在用的有 另外有那種CF 像豆腐肝 那麼大有沒有 可是現在嘴肌耳 對 因為當年的數位相機 它是有走在這兩種規格 有沒有其他規格也有 比方說Sony啊或其他公司 他也會幫他自己專用的記憶卡 可是最後呢都被淘汰了 只剩下SD還存活著 那當年喔你要知道 一個剛開始最早最早的數位相機 出來的時候 他的記憶卡只有32MB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平定一張照片 我是用BMP開好了 我們也不求多啦 一張BMP照片少說 也要2、3MB以上嘛 甚至於更高 有沒有 甚至於有的頭檔 就大概5、6MB 5、6MB到10MB左右 那你一個30MB的頭檔 如果存這個 你了不起也存個5、6張 7、8張是不是滿了 好 那問題來了 我們今天大家都去肯定玩 有沒有 那我帶了數位相機很怕對不對 來 拍照的 滿了 好 各位等我齁 我去去就來齁 我回台北把那個資料存到電腦 有沒有 那你等我兩天我回來 我再繼續幫你拍 有沒有 有這種事嗎 不可能嘛 所以那時候廠商在賣數位相機的時候 他就在想 我不可能跟人家講說 你怎麼拍個5、6張的相機拿來用啊 那我不可能補追他說 那個一個記憶卡 那個時候是兩、三千塊 我不可能補追他說要買兩、三塊記憶卡 那不就沒有我們管我了 所以他最後想出了一個方法是什麼 欸 這個好 這個好 有沒有 因為他10分之1而已啊 那我這32片至少可以拍30幾張以上 那我的廣告訴求如果跟你講 你用了數位相機啊 你可以拍一個影片以上數量的照片 而且並且你拍完以後啊 你只要存到電腦 你就可以繼續拍喔 你就不用滿影片的 你不用沖洗了 有沒有 那時候的恐怖指示就是這樣 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接受他 所以這個就成為一個什麼 永遠不能夠公開的秘密 為什麼 因為即使到現在能量已經暴增了 手機你拍到死都拍不完了 有沒有 可是讓他們講啊 各位啊 抱歉啊 我當年都是騙你的啊 我該死啊 你們的錢都被我賺走了 我不可能退給你們啊 他可能出來認錯嗎 所以他知道繼續把這個錯誤繼續下去 你懂嗎 對 為了維持美好的形象 所以這個錯誤會永遠的一直延續下去 但是你知道這個問題了以後來 你是不是要想辦法轉換 對 所以你自己要設想好的照片 或珍貴的照片 你就一定要播放去轉換一下 可以永久重存好的格式 好 這樣了解 那他的發明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為最早他發明出來就是為了網頁用的 網頁的兩大分成就是JPG跟GIF 這兩個格式都是極度壓縮的答案 所以早期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壓縮 有沒有跟我一樣啦 最早用那個數據機的時候是接電話線的 那個時候最早我從那個64K 64K的電話傳輸線開始 後來跳到128 後來跳到256 後來跳到56 我就覺得哇很幸福了對不對 結果再隔一年ADSL出來 我們其實台灣的衰落 極度的衰落就是那時候開始了 這又是另外一個秘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年ADSL剛退出的時候 中華電信是不是要收費 而且收很高 你如果要買到256的速度 256Mb的速度 你平均一個月的月租費 大概就要花五六百 他當時的那個時期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他們都是政府負擔部分上網費 鼓勵全民上網 所以他們負擔的金額 是你的月租費的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韓國就是那個時期創起來的 因為他們全民那時候大量學習上網 所以他們的小學生小朋友 比我們台灣的人學習上網時間快得至少四五年 就是那個時候出現斷層的 那我以前不是說我在動畫公司上過班嗎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以前早期的台灣的代工行業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我們全球的75%的動畫 當年在民國大概75年左右 一直到95年這20年期間 是全球動畫代工的王國 所有75%的動畫影片都是台灣做出去的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做動畫片 我們都是幫人家代工的 這是我們的國情的問題 再來是我們的內部工區太少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看喔 日本新加坡都是掀起來的地方 連帶來的中國大陸後來也崛起了 所以你看喔 一直到現在講 我們台灣的使用網路的人口跟人才 遠遠不如大陸的 你要重視這個問題喔 我們現在幾乎每一項東西都已經慢慢不如大陸了 所以你不要再用20年前的想法去砍任這10道路的人 你不要想說不比他強 你沒有比他強 你現在比他們弱 好那我們就了解了至少這兩種格式 還有什麼GIF檔 那我們現在來接著認識什麼叫GIF檔 來請你開第三個檔案就是GIF 我請你另外把它打開 我們看到一個Toon 有沒有 好我看給你看怎麼開齁 我重新開一次齁 找到這個GIF有沒有 第一張第三單元 GIF有沒有 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可以切換 這樣來看 好 找到GIF 直接拖曳他來碰這個地方 他就會打開了 你有沒有看到哪裡不一樣 剛剛我們這兩張圖 是不是在圖層的地方都只有一個 可是為什麼這個檔案就有四個 可是為什麼這個檔案就有四個 好這個地方你不用按他 我們來播播看怎麼播齁 視窗這邊你找一下有一個項目叫時間軸 時間軸 按下去 這裡呢有一個播放鍵 這裡 看到齁 看到齁 按下去播放 你就會看到他在動 好看一會兒 告訴我齁 你看到什麼 好 不是叫你看動體齁 我要問你看得懂他的原理嗎 先開檔案 然後呢到視窗那邊齁 找到時間軸打開 然後再按一下下面那個播放鍵 老師他是依照不同的時間點 比如說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 然後播放不同圖層裡面的照片 對沒錯 正確答案 對 GIF的原理是什麼呢 他就是按照你所設定的時間差 輪流的去播放他的圖層數量 然後再依序時間去播 有沒有 那如果你有設定他不斷的巡迴播放呢 他就會像跑馬燈一直不斷的走心播 這個就是GIF的原理 那GIF的另外一個特性是什麼呢 他的容量呢 甚至於比JPG還要低 那為什麼會低 他有一個缺陷也是優點 他的這個缺陷的優點是什麼呢 他指定一個檔案 最高最高的顏色數量 你只能夠指定他用到256個顏色 再多就不行了 所以他因為這樣會大量的壓縮 顏色的指定數量 所以他就達到壓縮的目的 所以呢 換句話說 GIF是利用什麼 顏色數量的控制 來達到容量精簡的目的 那JPG檔呢 還是用破壞性的方式去達到壓縮 好 那補充一點喔 可是你剛剛明明就聽到破壞性壓縮 那到底壓縮什麼 破壞什麼 這我們要說起一個東西 化縮成頭 請問一下數位的東西 它的編碼是怎麼產生的 電腦的編碼 最原始的單位就是00跟1 開跟關 好 那它用這個來產生所有的代碼 你不知道說一個英文字的A 它可能它的代碼是什麼 0218QA 所以它就是這樣開始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過 《駭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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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這麼看的 那透過一個翻譯加 叫什麼 顯示卡 它就翻譯成字又圖體變大 所以電腦的翻譯關就是 顯示卡 運用很多個亂碼 天生鸭 他找第二个关于关于什么 音效卡 有吧 那有一些资料我们带到进来啊 可是他来不及处理给你看 你也看不到啊 所以他找了一个什么 专门在做占虫出货的货餐 这个东西叫什么 记忆体 记忆体就是专门在转换消化的 那这个进货以后呢 要永久保存的 那个大仓库叫什么 硬碟 好 这就是电脑的配置 那记忆体反正做什么样的呢 就是那个管理阶层 那里面的董事长是谁呢 CPU 好 那说到数位呢 所以你要知道哦 数位的东西是编嘛 编出来的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我们的数位图像 我们看到一格一格 就是因为他已经早就认定好 一格一格是代表什么 他就是编好的 所以你就产生一种东西 你要进一步了解 什么叫做数位 什么叫做什么 类的 有的人呢 他到现在还是非常钟爱听黑胶唱片 或者录音带 有没有 为什么这些人会非常喜欢听这种东西 不喜欢听现在的数位音乐 因为数位音乐 比较的感觉是什么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一绝对不会变成二 所以他都是一百页的 有没有 那类比的东西呢 他是有一个 有没有 起伏转换的感觉 所以呢 比方说录音带 或录音带 他给你的感觉 是一种呈现的谱 或者是那个磁性的连锁 所以他拿到的东西呢 是一种呈现出来的光 或者是连锁的反应 比方说照片 早期的底片 它就是属于类比的意思 有没有 那这个现在的数位照片 就是数位的意思 但是他是把它分解了 这样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你要稍微理解一下 数位跟类比是什么含义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说 数位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 几乎都是数位的 类比的年代大概是在 民国85年的之前 那段时间 这样子就了解了 好 GIF你也了解了 对不对 好 紧接着哦 我们来看下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叫做PNG 好 一样照刚刚的方式打开 好 刚刚那个时间轴 我们暂时用不到了 你可以把它缩下来 怎么缩呢 用滑鼠移动到时间轴 那个标签那三个字那边 快点两下 它就会缩下去了 那暂时就不会阻碍你的视觉 好 那你开了这个PNG以后啊 PNG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刚刚早上有说啊 PNG我们有用在Live的贴族上面啊 还有呢 你每天接触PNG的状况 现在甚至已经已经贏过JPG了 哦 只是你一直都没发觉啊 为什么 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手机上面的那每一个icon 那个图示 它通通都是PNG格式 好 包含你的电脑桌面上面的那一些选项的图示 有没有 它通通都是PNG格式 去转换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的话叫做PNG格式 有一个优点是什么 它当初反造这个优点来 就是为了要学那个GIF 它是为了要学GIF来的 GIF的特性是什么 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什么 容量器 第二个呢 它可以允许儲存 破品 没有品的主案 第三个呢 它可以做动画 但是相对的 它的瑕疵是什么 容量小 所以它必须用什么 减少颜色数量来换 那后来一家公司出来 他就要打败它 想要取代它的地位 所以呢 研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研发 这个动画有点困难 先不发 所以我先取代这两项 所以呢 它就研发出了一个 既容量小 又可以达到全彩的画面的图案 接着呢 它跟它一样又可以储存 是允许 没有底色透明的 理图的档案 所以这两项它达到了 所以这个格式呢 就变成是什么 PMG 它的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要把它发展成 也可以做动画 可是发展到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公司它跟 主要的设计师起冲突了 所以那个设计师它就活大了 白白我不干了 所以它就走出去 那个公司外 所以它自己独立的 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发表了 APNG这个格式 那之后原来设计的这个公司呢 它没有发表 有 原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称 因为根本没用 它后来也发表了一个格式出来 所有的软件都不支援 所以它发表出来又没有发表 所以从来没有人应用过 那这个APNG 其实跟它下场一模一样 后来就是因为什么 遇到博乐了 遇到LINE LINE把它挖来用了 所以它才突然之间变成了 是这样子 好 那你如果要做APNG 可不可以播放 不行 为什么 大部分的软件都不支援播放 APNG的格式 唯独只有LINE 它指定的一个小小的软件 跟LINE的这个界面的程式撰写里面 才可以看到它在动 所以它就是用这个方式 让你没办法做 让你没办法用其他地方来取代它 所以你就一定要付费给它 或者透过它的口罩发布 让它才可以锁住它的权利 是这样的原因 好 那透明的里头有什么好处 你看 这个是透明的底图 我们来学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第一个 这个叫做移动工具 好 那我要特别跟你强调 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版本的预设值 在这个移动工具上面来讲 有一个东西是被打开的 注意喔 一定要平平组 所有的同学 打开这个把它搖起 这个剃一下它 或者打一下它的嘴巴 一定要把它叫醒 请你切换到第一个工具以后 能强烈的请你 要把这个东西取消 它会导致你从来没学乎 或然你的人永远学不起来 很严重 非常严重 所以请你务必一定要把它取消 这样子才可以喔 好 你看喔 这个叫做透明底图 所以说呢 你当你在桌上里面看到这个灰白相间的 像西洋起鸽子的东西 就代表的意思是透明 好 那我问你喔 这个东西是什么 白色 它叫白色 不是空 它叫白色 它是有东西的喔 它的东西叫做白色 只有这种现象叫做空的 没有东西叫做空的 这样子喔 好 那这个格式呢 我如果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档案 比方说我看到这一个 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喔 我把它拉出来 那我也可以看到这个档案的请一下 我可不可以把它移进来 我来到这边点住 它还不能把它摸进来里面 它就爆开了 透明底图的意思就是这样 它没有那个底下的背景处在你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跟任何东西存好 对 它的优点就是在这里